文三16克每日商业精选只要股价在上涨1%,苹果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市值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,看起来它会轻松做到。 一周前,苹果的市值还停留在9500亿美元,媒体还认为市值一度突破9000亿美元的亚马逊会后发现制,但美国科技股从上周四开始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连续动荡,追赶着门跌的鼻青眼肿,追上苹果希望渺茫,在7月27日Facebook股价暴跌前,谁的市值先破万亿,对于两个公司的投资者以外的人来说并不重要。 创官成功最多只是维护一个延续十年的常态观念,美国科技股欣欣向荣,美股买致美国经济表现优异,但随着科技股公司纷纷发布低于预期的财报,过度依赖科技股之称的美股迅速坍塌,标普500科技板块蒸发市值超过3500亿美元,三大股市均出现下跌。 主编点评,苹果今年5月以1000亿美元回购股票,推动股价上涨,万亿橙色大打折扣,小米和OV40一家在印度高端机市场成功逆袭,在三星和苹果霸占的印度高端手机市场,挤进去了一款小众的中国手机一家。 这个后来者还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,在今年二季度力压三星苹果,成为高端机第一品牌,小米华为OV等中国手机厂商绝进印度,靠的都是低端手机。 这让一家的突围显得更加引人注意,一家成立于2013年底,一年后通过亚马逊的线上渠道正式进入印度,用了三年时间成长为印度增速最快的高端手机品牌。 其成功的原因在于,本文来自36克付费栏目36克每日商业精选,8月2日每天不到医院,深度资讯加主编点评,上时省心高校阅读,36克每日商业,精选到8月2日头条,小数据,全球多手党分布一。 懒星巴克想借阿里完成数字化改造,顺便靠饿了么外卖,打击以下瑞幸市值大幅蒸发也要风投,腾讯正在全力补齐短板,特斯拉烧钱没失钱那么严重了,但他下个季度能否盈利,依旧不好说苏宁和京东家电在乡镇市场圈壁,出现新零售下陈后模式之争。 为了狙击即将上市的美团,阿里正在为饿了么找更多的钱小米和OV附体,一家在印度高端机市场成功逆袭风口上的无人便利店,不是无人护驾的见识还魂新报告,中国智能家居市场正在开展圈壁运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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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